隔夜 现货黄金暴跌近40美元 日内最高处级1985.14美元 最低处级1935.37美元 最终收报于1939.64元 此前一个交易日金价一度突破2000美元大关 创下一年来盘中最高水平 今日 欧市盘中黄金正当徘徊 目前在1943美元附近徘徊 在黄金暴跌之际 美股却集体反弹上涨 美联储深陷两难处境 经历前期的暴跌之后 市场对银行股的恐慌情绪有所释放 隔夜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 道指收涨近1% 标普500 纳指均涨超1% 银行股也大幅反弹 大型银行中 美国资产值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涨近3% 花旗和美国银行最高涨超4% 富国银行涨近3% 脱离9个月最低 同时 摩根士丹利涨3.6% 高盛涨2.6% 均至一周新高 此外 低共和银行最高涨近60% 领跑地区银行股 并引发波动性停牌 涨超29% 创始上最大单日涨幅 但上周跌近72%后 3月仍跌超87% 在此之前 有消息称 摩根大通正在为陷入困境的 第一共和银行提供咨询 方案可能包括增资和出售 美股此番走势主要是因为 美国财长叶伦表示 如果有必要 联邦政府有意 为更多中小银行的存款 提供担保支持 有效提振了风险情绪 并推动欧美银行股 特别是地区银行股上涨 与此同时 美国官员正在研究 如何临时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存款 近日 投资者将迎来 关键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有分析称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 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危机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 美联储将宣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这将是启动本轮加息以来 最艰难的一次决定 高通胀和银行业危机左右夹击 美联储进退两难 究竟是继续加息对抗顽固通胀 还是在金融危机以来 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中 按下暂停键 美联储的核心使命之一是控制通胀 如果本周继续小幅加息 更能凸显出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坚定决心 但另一方面 正是美联储的激进加息 增加了美国银行系统的脆弱性 是美国地区银行接连爆雷的重要原因 但美联储不加息也不行 通胀问题依旧严峻 此前美联储一直强调 会继续加息抗通胀 如果突然食言会引发信誉风险 而且通胀失控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继续小幅加息还是停下脚步 美联储正为此头疼不已 而在加息预期方面 在硅谷银行爆雷之前 几乎所有分析师都预计 美联储将至少加息25几点或50几点 但危机发生之后 这种观点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现在市场预计 美联储在明年1月份前 降息三次左右 美联储最多在3月或5月 再加息25个几点 然后再转向下行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3月加息 并没有强烈的共识 华尔街大多数投行预计加息25几点 高盛和巴克莱等银行预计会暂停 野村证券预计会降息25几点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两个时间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是周四凌晨2点 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所示的点阵图可能比市场预期更高 该决议公布后可能会令美元指数上涨 其次是周四凌晨2点3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新闻发布会 这是鲍威尔挽旧市场动荡的一次大机会 预计它一方面会强化抗击通胀的承诺 一方面也会致力于稳定市场信心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效仿拉加德强调使用单独的工具包 来应对通胀和金融稳定 其实无论是宽松式加息还是紧缩式暂停加息 都可能给市场留下一些不确定性 除了美联储加息相关的消息之外 投资者们还需要关注国际局势方面的相关消息 英国突然出独招 据许当地时间21日 英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架中 将包含贫右穿弹架 对此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 俄方多名官员表示谴责 并表示如果西方使用含有核成分的武器 俄政府将被迫做出回应 联合国也紧急表态称 将造成严重后果 历史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多次试用 贫右旦 有关专家指出 贫右旦对人体的伤害有较长的潜伏期 对环境和人类的食物链也造成长期影响 1999年 北约在轰炸南联盟期间 共投制了15吨品牛弹 导致当地癌症和白血病发病率激增 严重破坏当地乃至全欧生态环境 同时 北溪爆炸案也有新的猛料传出 披露 美国是炸毁 北溪天然气管的幕后黑手的资深记者 希姆赫什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 就美国目前的队伍政策以及对华政策表示担忧 他还说 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就是拜登下令炸的 行情直接打破1959往1937的支撑位走 特别是直接跌破日线级别五军线之后 整体的强度已经不如预期 走势下跌日线级别这里比较难看 周一的这根高位银线像是3月8号的形态 有点反转的意味 下跌的原因有很多 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的风险受到暂时性的控制 避险情绪暂时性消散 另一方面则是在议会会议之前 市场偏保持谨慎些 不过日线级别的破位已经提醒我们 对黄金的这种上涨要保持更大的谨慎 回到美联储议席会议 美国银行的问题会不会改变美联储的政策 不会 因为正是美联储政策的反复导致了金融问题 如果预期做得足够 则风险可以提前预防 另外在政策改变时期 不外乎有一些情况出现 这类似于金融包 所以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美联储已经给了预案 所以要到并处 原先的政策继续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美联储的加息会不会超预期 鲍威尔会不会更显得硬派 如果是 那么黄金的下跌可能会超预期 从商方的压力来看 一个是1955左右日线级别 均线压力 一个是1965左右的 颈线位置压力 我这里选择在 1960-64区域内 清仓挂单组空 致赢目标设置在 1945-48区域 自行设好止损 如果你们要熬夜看的 如果行情直接大跌 则就不做 如果行情在议席会议 以及鲍威尔讲话后上涨 向上述的1960-64区域走去 则做空 短目标看1952左右 自行设好止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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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